今年年初,广州一次性法派了105套房子, 本以为随着国内房价不断的下跌,纷纷打折。 很多人都以为这次法派房会一抢而空, 尤其是在这种超一线城市, 毕竟想买房子的人还是有很多很多的, 尤其是外地来广州打工的常住民, 其实非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, 但是恶好传来,法派房已经流派了, 那为什么会全部阵亡流派呢? 这个很多人都在去猜测, 那么三哥正能量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看法。 一位农民大叔, 那么全家三口人在杭州生活了19年, 从湖南老家到广州去打工, 他是在工地做这个钱工的, 那么他的老婆在幼儿园当保洁员, 那么孩子在广州送开地, 一家三口的收入在广州非常想买一套房子, 但是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, 19年的生涯在广州租房子, 那么最终呢在去前年, 应该是前年年末, 去年年租的时候, 趁着广州房价持续打折下跌, 买了一套房子, 一个新楼盘, 当时买的价格是两万出头, 因为他不是在市中心啊, 是在郊区, 大家知道广州的市中心的房价, 基本上均价不会低于五万, 那么他是在郊区卖的这个房子两万多, 才一年多的时间, 才一年多的时间, 房价已经下跌了接近百分之四十, 也就是说什么概念呢, 这阶级二十年在广州打之工的这个生涯, 二十年的收入, 一次性卖房全部被收割完毕, 这是一个活摄生的例子, 那么为什么一百零五套法拍房, 会出现了集体的流拍, 被扼杀掉呢?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, 真正体现出这个城市房价的, 不是市场价格, 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软件也好啊, 各种这个报纸也好, 各种打折促销也好, 我们很多人看的都是市场价格, 比如说市场价格, 杭州这个价格假如说是六万, 而他的实际成交价可能也就是在四万, 或者是三万大几, 包括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些像苏州, 像南京, 像厦门, 房价都是在四万多, 其实真正的实际的成交价也就是三万, 相差的最少接近百分之三十, 那么这一次法拍房, 他法拍的这个价格大概是正常市场, 房价的百分之八十, 这也是法拍的规律, 但是实际这个法拍的价格远远的优惠要低于市场成交价, 比如说市场的成交价, 基本上一般都是在六折或者七折, 而你的法拍房的价格是八折, 那你当然卖不出去,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法拍房现在根本就不感冒, 为什么? 很多新楼盘在开盘的前几天已经开始做出了噱头, 疯狂的打折, 而且人家的活动, 对吧, 人家的各种赠送, 这个优惠活动是特别特别的多, 最次最次赠送物业费十年, 十五年, 二十年, 赠送停车位, 赠送一百平以上的话, 你买一百平以上的房子, 赠送你小面积的房子, 对吧, 这个活动特别力度大, 法拍房有什么, 什么都没有, 第二个, 第三个问题, 法拍房后续的问题超级的多, 经常在视频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我们看到, 法拍房的纠纷是特别大的, 各种负债, 各种欠债, 各种纠纷, 各种这个这个物业问题特别的严重,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, 大家并不是说觉得法拍房不好, 而是大家都在关注, 关注房子什么时候便宜, 更便宜, 越来越便宜, 最便宜, 甚至是真的是一分钱不花的那种感觉, 白菜价去收割房地产, 什么关系, 什么原因, 就是大家都在等着房价降价越来越便宜, 那才好, 所以说现在银行, 根本收不到法拍房的房款, 房奴集体声讨, 刚刚才租一年的房子就下跌成这个样子, 居然连法拍都拍不出去, 大家想想现在的房地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, 售 Carl, 那么不及时的房子 Spotify, 我们要再拍摊几个表演的。 谢谢大家